Hello 大家好 突然深月來朝想玩Pokemon的信長之夜望 我記得大概在兩年前的直播當中都有玩過 大概進度是第四座或第五座的城堡左右 就未爆機 所以就來補一補這個遺憾 今次將會全新開一個新的Safe 在前面都是講一些遊戲基本的操作和教學 所以會將一些片段skip 直接去到佔領第一座城堡的一些畫面 不過都會稍微講一講遊戲的背景資料 首先遊戲一開始給我們的就是一個初始城鎮 第一隻精靈就是普通屬性的衣背 操作基本上就是戰棋遊戲 每隻精靈的技能、特性、移動力都不一樣 精靈固定得一招的技能 除了精靈之外武將也要有一招的武將之力 每場可以用一次 在新手教學完了之後就送我一隻波波球 而他的武將就是阿屎 當你每次活動完之後都要休息一回合 那武將才可以繼續活動 例如在一些戰鬥或者商店買賣完之後 之後就開始遊戲了 由這個挑戰第一個火城池開始了 好 想不到你那邊會主動出擊 今次我都會出擊 準備反擊 沒有什麼事 當然是會我們 這個姑娘真的很愛加入我們 不要開玩笑了 阿屎才不是去你那種人的人 到你了 20回合 我記得上次玩了大概3-4個城堡 3-4個城堡 然後呢 每個地圖都有不同的類型 譬如這次是火 譬如這裏有些設施 有什麼溫泉 應該是可以回血 這些火又不能碰的 只有火屬性才可以走這些地方 好像 不過不要緊 我們應該不會輸的 看看他做什麼 你看到他直接踩在熔岩 都沒什麼問題 這個就是那個分別 嘩 火花 燒傷的話 進入溫泉就可以回復 有沒有燒傷啊 因為害怕無法行動 看來這火柱也有消息的時候 這麼大的空間都可以通過 這個空間有多大 走不了啊 這個波波球怎麼搞 我都可以照走這些 但是 不作用 走到這裡 好像不可以被人包圍 但是這裡算了 好 他應該直接會火花 就這樣站在那裏 是吧 對 直接站在那裏火花 其實我們應該走出來這裏 我們走出來不要被他打 如果不是太傷了 我們站出來 他這裏都會被他打到 所以我們站在這裏 直接引他們上岸再打 但是你的話 進不了岩漿 派不上用罪的家伙 對拍檔說這些真的過分 這樣他們上來了 小火燕後一會可以集火 嘩 嘩 這些有些地形 是不是 有些岩石 下來 他這裏這麼遠的範圍都中 可以 可以 我先想想 都沒有一定要打火猴 集火火猴 都可以 要是集火 要是打這隻 先打這邊 火燕後現在睡覺 我們看看他 醒醒的時候 什麼時候會醒 在這裏打他 打不死 火燕後睡覺了 所以不能攻擊 鐵頭弓 有機會死 波波頭 沒事 嘩 又在這裡屈這個距離 這傢伙 可不可以 走過去 按錯 按位置錯了 糟糕 就是這下按錯 哎呀 糟糕了 按錯了 他都醒了 波波球要死了 鬥子退強 嘩 糟糕了 按錯了一下就輸了 這個 大概就是這樣 老袋清聖的話 記得 我變得老實一點 有沒有搞錯 輸了這場 輸了就沒有去到game over 可以說是浪費了一個月份 可以說是 再來說 其實我們什麼都不用動 我們站在這裡 我們站在這裡等他過來 雖然 雖然說 那個叫什麼 這場戰鬥最多20回合 但20回合他們怎麼都能走過來 他們的電腦沒那麼聰明 如果是對人 就應該沒那麼難 沒那麼容易打 你看到他們上來了 我們先集火一隻 這兩隻最少血是火豬 所以我們先打這個小火豬 小火豬 這個叫 暖暖豬 哈哈 哈哈 差一下 他觸發了他的特性 就是加攻 但不要緊 衣貝燒傷了 站在這裡 打死這隻豬 OK 搞定這個 之後打死這個 這隻有什麼東西 這隻大牙利 因為衣貝燒傷了 所以攻擊力低了 嘩 波波球也躺下了 那我們先去這裡 沒辦法 扶有血 順便解個燒傷 嘩 沒有打中 打中了他 我們打在這裡 撞死他 完成 我們可以再撞一下 這樣就再撞一下 那些道具其實 撿不到 因為撿的時候我會有機會輸 火花 沒問題 好啦 如果他站的位置正確 我就可以撿那個道具 嘩 回血 又燒傷了 又燒傷了 打多少一下 打得五滴血 那沒有啦 一定要走了 一定要回血 回了燒傷 獲得110金 嘩 這傢伙不攻擊 攻擊是什麼意思 他打算 等回合完 帶他過來 防爆擊 現在有點嚴重 其實有點嚴重 死在這裡 12 他不動 嘩 糟糕 應該沒事 我這一刻是否撞死他 八滴血 又輸 這麼難打嗎 嘩 堅持就此勝利 嘩 那這裡沒有了 雖然是否撞死 只會撞死 只會撞死 有多少回合 六回合 但未必能贏 扣五滴血 他還要中了他的 晚火特性 這麼難打嗎 第一關已經這麼難打 不過是 我記得這個遊戲沒有難度 沒有一套難度 但他全部都比較難打 不管 我們打多一局這個 什麼先 打多一局這個 街場 升一升 這次一定要贏 來吧 來吧 上次的話就是他們走這條路 我們站這裡 或者站這裡 站這裡等他們上來 OK 火候上來 火候上來的話 可以先集火火候 他下一回合就死了 如果他再不走 OK 行 火候就先殺了 火候 伊貝燒傷了 不過不要緊 可以照打伊貝 背站這個位置 因為待會可以回到那個燒傷 波波球就站這裡 打不打死啊 好像比較慢 可以差一點 對 差一點 沒問題的 沒問題的 這裡撞他五滴血 波波球去這裡 先打他 咦 爆擊了 我打算給伊貝尾刀 打最後一下他就可以 再移動一次 OK 讓伊貝尾刀先回到燒傷 待命 這裡 之後直接走了 波波球 等他們過來 之後等伊貝尾刀 哎呀 伊貝尾刀又要死了 不是 波波球又要死了 撿掉那道具 應該都是一些不太厲害的道具 對面死了 順便撿掉這個 因為他沒什麼用 不懂得回血 那我就搞定了 好 今場的戰略就很好 打得 贏了這個火焰城 獸吉君 應該是可以 應該是可以拿他的精靈 知道他哪了 拿不到他的精靈 可能他們在城鎮走掉了 很不容易到手的盛慈 我就去找夢幻的精靈 我不可以在這個地方倒下 站在椅子 鬥吉君 大敗而退 這個就是第二座的城池 這樣將會有新的同伴 話說是同伴 究竟怎樣才可以讓他們加入呢 無制力是吃的 連這些都不知道 就進行合戰 這是不是前年慶祭 但是連同伴的加入方式也不知道 還未稱之為一流的首領武將 令你心情變差 對不起 作為補償令 等我慶祭來增加 教你如何增加同伴 總之先到這個火焰城 好 你們兩個來了 增加同伴的方式 雖然是簡單的事情 不僅是加入首領軍隊的家夥 都有自由的武將存在 首先先到動伏 一兩個都有的 叫他們成為同伴 我是傾奇者 不會在這些地方抖流 接著去商店買些東西 下次見 動伏 提高士氣 好 我們現在要捉一些街外人 就是你 什麼理由 好像有武將 來這裡增加同伴 我可否成為你的同伴 由你的實力來決定 第四回合前擊敗 好 就是這樣 要指定回合數擊敗 就可以獲得 現在第一回合 可以收拾一下東西吧 好 火紅不斗翁 會不會進化的呢 應該會吧 我軍人數已經增加了 值得祝賀 又來 將火焰收到手 就以為結束了吧 初次被周圍的其他所包圍著 剩下的就是青葉和泉水 說到火焰就是炎熟性 炎熟性比草系強大 比水是弱 這是上色 然後 青葉首領是草系的使用者 這兩個人又說一些複雜的事情 在我看來 泉水和青葉 最近沒有攻入其他的打算 要進攻的話就是現在 行吧 我們都沒有空 用飯團把精靈的精神提高 這個水是有點難打的 這個 其實真的理論上 如果我要正常打 一定是先打草 再打水 因為拿到這個草屬性 但是 我就決定先打水 我們先想想怎樣打水 可以 歡迎你阿三面孔 小飯團用途問問 因為 忘記了 在這裡可以把小飯團給精靈用來提升士氣 士氣是什麼 就是精靈的降徑 士氣越高發揮越強大的力量 但是士氣會因這個精靈而異的 經過三個月左右就會變化 一口氣去到最高狀態很困難 OK 這輩子要選誰 小飯團 小飯團 可以了 OK 所以其實最好就是 打完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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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站在這裡 讓他打也不要緊 如果是水屬性 就可以走水的地形 但是如果你不是的話 就走不到 先打一隻小火龍 哎呀 鎖住我走位 我們不要理會 直接打小火龍 這裡打他會不會有 打不到他嗎 哦 因為 我因為要鎖一鎖 讓你真是 有點差 助跑 對 他打同屬性會有減傷害 但不要緊 其實這隻不斗翁都不厲害 這個踏摩 因為他攻擊要有 鎖的距離 你都 緩衝 例如我要去這裡 那些不斗翁都不可以 這兩個人 真的 直接 我一直追著波球來打 他們 可以 撐得很錯 因為害怕 無法行動 先打這個 順便拿一拿這個道具 燒槍了 好 可以 打完這個 這樣就獲得了這個小火龍的武將 然後再看一次看 這裡還有一隻火豬 可以拿這個火豬 現在這個城裡一條鎖都沒有 我們沒有辦法在這裡 進行一些戰力上的訓練 我們要派一些人過去 譬如我們派這兩個人過去 去這裡 初子鎮 現在這個初子鎮就可以進去 你還可以在裡面訓練 其實也有用 這裡我們先捉一隻火豬 暖暖豬 完成 接著我們就去 這個初子鎮 初子鎮直接上升 派這兩個人 其實這兩個都不一般 這個火龍不斗翁要隔一隔 意味著他每一次都要移動 有機會被人卡位置 如果被人一卡 就有機會打不到輸出 所以其實沒什麼特別作用 這裡小火龍要換一換位 不然不然 阿不斗翁打不到 喂 糟糕 他打地下 不對 他是火花 糟糕 這個是火花 這兩個都要隔一隔才能打到人 神經病吧 這兩個人 老實說 另類的絕配 這裡 站在這裡 都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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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打輸出 小火龍 如果這一下傷害不夠 小火龍就可以補輸出 OK 完成 有魅力要進商店 看看 歡迎鍋林 請等我說明一下 問一下 這裡是買賣道具的地方 價格會因為離店的武罪有所差異 魅力也會有折扣 我們剛才有一些道具可以賣掉它 這些其實 現在會有什麼賣 看看有什麼賣 紅色因為 應該最有用都是那些什麼 都會燒傷 這個其實很有用 但還是看哪隻重 冰凍 我們買一個 飛上 道具可以在城池 通過裝備做人體換 好 下一回合 等這裡打野生職力 直接挑戰水城 好來 直接挑戰水城 不知道要不要換位 就是說 要不要把武將全部統一在同一個城 先站在這裡 我這裡要選 所以其實最好都是什麼 最好都是叫做 等一些沒有道具的人上去 執會好一點 就憑你為什麼暖暖豬就想贏我 如果這隻暖暖豬 我用四隻精靈包圍它 它就動不了 它這個火花完全動不了 這個就是那些 隔一格 空格的技能 的缺點 好 現在可以挑戰水城 看看它怎樣玩 除了水系很多 火是精靈難以戰勝 但是草衛或電體可以大顯身手 不需要 不需要 它這隊要先 在一起 我們在一起 如果這個遊戲改難一點 就是說 如果 我不派一些精靈 理論上 正常的戰爭 如果是你的城池 沒有武將 可能被人偷 如果這個遊戲難玩一點 可以做這樣的設定 因為一些戰略遊戲 那些什麼 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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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長之野網 其實都是差不多玩法 如果這個城沒有人 就被人搶了 來 都要想 全部火是照打 我們主力靠 伊貝和波波球 其他火是 做支援 在後排算 就這樣 我可以輸 原親軍 長宗我部原親軍 竟然向我提出 這個合戰 原來是你 聽說初戰之過有新的首領 一直以為第一次見面會在初戰的合戰場 這樣也好 在哪裏都是一樣 只是對戰 來 水場 泉水 356戰力 怎麼看到我們贏 但我們大部份都是火系 但是你看到他這個地形是水地 這個水地有機會比較麻煩 水閘打開 這裡可以放水出來 水流奔湧而來 怎麼算 這樣下去只能眼白白等輸 他這一個是玩內九戰 我們要踩 要踩那個 那個 空架 那既然是這樣 火龍不斗翁 這些42血 或者小火龍這些 那不上前 我們只站在後排算 暖暖珠 其實暖暖珠 都是沒什麼用的 我們先站在這裡 這兩個都是主力 來 有沒有感受到 從北面有一股強烈的水流 是無美恐龍的七黑巨浪 但我不會那麼容易被衝走 我會繼續抗爭 咆哮 它直接 它直接動都不動 這麼瘋 拿著它 拿著 火花和暖暖珠 即火焰車 其實理論上火焰車應該差一點 我們讓火焰車走 現在沒有水可以直接走過去 如果我想知道這裡放水 我會怎樣 會被人浸死 它會不會走過來踩 有點害怕 它真的有機會過來踩 冷得懷著 將碎之才的出身 就讓我 在這場合戰當中 好好活躍一番 聖親 好 它現在幫我踩了 我這裡不動了 我們只靠這兩個人去打 全神冠 月衣 背 這裡 十四 到這裡 這裡我們可以過去 照 它可以照噴雷火 但是扣得三滴血 我想都可以 它是什麼技 炮木打兩格 那不要 我不知道它死了 它這裡死了應該沒有影響 但是三滴血都不應 應該不會影響太大了 我們不要來 你接完了這個回合 選擇打開 看看它做什麼 水槍 兩個打完 嘩 觸發激流 這麼瘋 嘩又來水槍 扣了很多 嘩 這樣噴到後排 老友 糟糕 我幫你先走一走 這隻 走一走 這隻 既然是這樣 隔著一架來噴它 然後要衣背過來打它 搞定 好 先看一下 這裡趁火打劫 理論上最好就站在這裡 站在這裡 我們先打冷水喉 先吧 被張了一骨 但是還沒結束 然後全部水槍打兩格其實也挺屈 其實有點屈 很可憐 前橫巴掌 這幾隻就 基本上不能動 這幾隻就不能動 這幾隻基本上 OK 結束了 這就來玩 沒東西可以動了 它還是會動位 我以為它會噴一隻冷水喉 噴一隻衣背 嘩 厲害 後排一隻噴死了 欸 OK 一下子收了 不要緊 但是 既然是這樣 它走到這樣 我們先打死這隻烏波 打不死了 有20 這隻死了 咦 還沒死 可以啊 還沒死 可以觸發武將技 治療之歌可以回血 藥水可以回20 回20 然後這裡 先看看 這個武將有什麼技 將口氣將移動力提升 沒什麼作用 先打那隻烏波 因為我們可以觸發它的技能 神觀珠 然後這裡我們可以再打一次 這隻 打它 然後這裡就走一走 走一走 引它過來 嘩 撿錢 17 17打不死 簡單 這裡直接過來 打它 差一滴 有沒有搞錯 差一滴 OK 站在這裡 撞它 水槍 36 OK 這裡我開一開招大 反正它這招大其實沒所謂 應該可以 可以開多些 我們下去跟它打 踩仔 踩仔 喔 因為上面沒有水 所以踩仔沒什麼意思 我們站在這裡打它 四格 沒問題吧 搞定 只能在這裡退卻 好 水箭贏了 如果這場水箭那麼容易贏 草場 都不會輸 我想我們這麼多火寵 三隻火寵 勝負就是勝負 泉水的城池交給你 但是就要失去城池 只要精靈選擇了我 我都會繼續和時代抗爭 好 贏得勝利 非常好 波加曼其實都很厲害 都是那些 隔一兩架 它好像可以 用水槍噴兩架 其實挺厲害 這彎其實可以直接打草 好了 這裡有什麼特別的 看看 基本上沒什麼說很特別 都是買一些道具 直接開打 但是我印象中 記得不可以這麼多人入場 對乎草要用火 我可以這麼多隻 還是最多六隻 這六隻都扔上去 不要煩人 直接進攻 好 原咒 無理原咒 你就是初子之國的首領武將 雖然聽說過 年輕 可能在這個世代亂世 年輕就是重要 好像我在舊世代 是不是應該人退呢 原咒大人在說什麼 沒有原咒大人的才能 就沒有我龜的和平 看來我沒有辦法休息 沒有辦法 只好努力工作一下 來 好了 這個你看到 它也是有一些 地形 它這個地形 我印象中記得 就是那些 有些草 可以傳送某些草 好 現在沒什麼所謂 什麼來 旗子上 站在這裡 就會變成我龜的東西 當全部獲得 就可以獲得勝利 OK 可以 其實可以說是搶旗 不要緊 我們不打一場 旗 因為這裡有三 看這個戰力來看 他們對面四隻 然後我有三隻 黑著他們 所以我們最好的做法 就是逼他們過來跟我打 我們先踩到一支旗 踩到這一支 我們找個最值得 我們找個最踩得的 就去吧 不如 我想試一下這個草 這個草應該是可以傳送到別處 沒有記錄 這樣吧 萬藤身長 地形 兵分兩路 對了,近度 我可以傳送到這裡 咦? 這個去哪裡 我可以去這裡 好像沒什麼用 我們拿個最硬正的 站在那個 那支旗 不過我比較擔心的是 他們會不會知道我 等他們過來 而不動呢 因為我們過了20回合 不是 15回合就輸了 不過不要緊 我們可以先踩住 HP要回復 這個水是噴流 陷阱 波加馬已經踩了陷阱 不是吧 天我遇上 這陷阱 好 我們改一改 這裡找火力守住 這個位置 然後其他 右上角這支旗 就派 普通屬性的兩個 上去吧 15 沒問題 是 我扣這麼少 真可憐 等他們過多來一局 你就打他 兵分兩路 這樣打吧 就這樣吧 他們已經不動了 踩了旗之後 我們在這個作為青葉國的象徵 戰場上 作為草系的使用者 絕對不會輸 就是因為你是草系 所以輸 看我表演 這裡 出了火 我的斗翁 撞他 嘩 一夜66 大佬 怎麼扯 你們 這裡不用動了 狗敵 他每次都有家防 那麼噁 好 面對這個大將 嘩 陷阱落了 誰在這個草場 不斷掘地 要被人打了 行邊 我打兩格 兩個都是打兩格 一個是向前兩格 一個是左右兩格 一個是左右兩格 這次要死了 再見 超屈肌的火 我們叫一下火火豬 暖暖豬 那邊幫幫手 這裡踩著他 先 其實波波豬都不差 你看到他的血量超高 高得很厲害 80攻 是不是80血 這裡不要打他 因為他睡覺 這裡小火龍可以過去 這裡踩旗 我們殺痕 是 旗又收了 然後人又殺了 來 這裡很簡單 這裡 E會打 因為他會跌一些物品 然後就可以上去 然後呢 這裡我們可以直接用波波球打一下 然後再用火豬的火花 應該是 咦? 跌入了陷阱 怎麼煩 這麼多陷阱 也不要緊 下一回合他就死了 還在睡覺 應該是 應該是 今次還不死? 還沒吃得完 因為火豬還沒上來 你和伊貝似乎十分親密 說起來 在一個遙遠的世界裡 人都總是把這個精靈 裝在球裡帶來帶去 我曾經在哪裡讀過這些內容 究竟你可以專心研究精靈的安寧日子會來臨嗎? 嘩,三架這個 嘩,很痛 沒有了,但是你的時代要終結了 搞定 狀況不妙了 要被打敗了 他打完還要再撿 綠色陰衛 在草地時HP回復三回合 什麼意思呢 最需要又不可以撿給其他人 搞定 火君取得勝利 太好了 嘩,現在很高 應該很高攻 現在這些精靈 嘩,可以招攬兩個人 正 但是這個將軍那個首領不在 這兩個是小小的武將 但是都可以 作為榮幸 我的力量隨你屎換 武將人數已滿 將元春安排在哪 安排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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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知道了 夢幻精靈 會出現在所有城池都入手的人面前傳說 實際上現在 正在慢慢崩潰的現世 為什麼 在與初次之覺相距遙遠的北方 很多城池都成為了同一個首領 武將的郎中之物 是不是信長 信長 信長這樣說 將所有城池都收入手的時候 終結這個亂世 平天下 為了終結亂世 可能想要使用這個夢幻精靈的力量 一定要在信長之前找到它 拯救亂世 行好信長的勢力 被蔓延到我們這邊 和我們這裡比較接近的三個 就是拳鬥 指電和蟲蛹 每一個都有著聲明顯赫的首領武將 如果可以令他們成為同伴的話 現在我們都會在大圍振奮 OK 我們大概差不多去到我們上一個save的進度 可以提出合戰 都是一些很強的對手 特別是拳鬥 有很多格鬥系 對E背或者波波球 這些是強敵 對手都可能會進攻我方 沒有守護城池的武將 對了 這裡就是剛才說的 如果你沒有城池守住在城裡 有機會被人入侵偷襲 我們一定要在水和青葉這裡放 以及火炎 這三個一定要放 這裡就簡單 既然是這樣 我們派一些雙克屬性的人過去 先先走 現在 譬如現在是水系 我們直接派到這裡 因為如果它是水系的話 打火系的野生區 其實都是有好處的 譬如這裡 一隻火豬 再加一隻蝙蝠 所以其實都是有好處的 在這個水城 這個分得很好 互相相黑的寵和城鎮已經安排好了 我覺得暫時三個屬性裡面 最重要的應該是水系 因為它不會受到一些位置上的影響 不會被人卡位 但有機會打到自己有 但也可以接受 這次先玩到這麼多 這次大幅推進這個進度 一定會打爆這隻遊戲 好 各位玩到這麼多 拜拜